当播足球快讯 李斯盈报导 2020年12月10日 拿波里希望双杀黄素 礼拜五凌晨 休霸杯小组赛 最后一轮展开多场激斗 身处扶祖的拿波里将在主场迎战 王家苏斯达 拿波里近况不错 球队增胜力足够 反观王家苏斯达各项赛事近四仗都不赢球 而且首循环就输过给拿波里 对比之下 拿波里今次主场青红机会都不小 拿波里上季在拿到意大利杯 而获得一个欧霸杯的参赛名额 这个来得不易的机会 他们都是好好地珍惜 小组赛前五轮结束之后 拿波里录得三胜一和一负 亦十分高居榜首 虽然没提前出线 但他们晋级的机率实在不低 一方面 拿波里近期的发挥都挺理想 近四仗各项赛事录得三胜一和的佳绩 期间一共11次攻破对方大门 因悉尼、罗伸奴和梅顿斯都不止一次破门得分 他们今仗将继续为球队冲锋陷阵 另一方面 拿波里近年来勾战的主场威力无穷 近八场主场赢足七场 而且手巡还作客面对王家苏斯达的时候 就战胜过对手 且实现凌风 今次再次交战 拿波里有望相杀王家苏斯达进级淘汰赛 王家苏斯达上季奪得联赛第六 时隔二季再次登上勾战的舞台 而且今下他们有进攻发动机大卫斯华 球队今季红心壮志 王家苏斯达今季联赛的确令人惊喜 目前职25分排在联赛第二位 而且大卫斯华表现极佳 他也当选了11月份队内的最佳球员 在他的调度下 多名攻击手都有不错的发挥 奥亚撒保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23岁的西班牙攻击手联赛已经收获7个入球 不过有所隐忧的是 王家苏斯达近期增胜力急剧下滑 近四将各项赛事一胜难球 其中就包括勾霸杯连续打 和艾克马亚同列迹卡的比赛 这两场和局令到王家苏斯达的晋级前景蒙上阴影 王家苏斯达想要把握晋级主动拳 今仗就一定要赢 但由于近期发挥不理想 加上首循环主场就不敌对手 球员心理处于下风 更何况拿玻璃目前主场连战连胜 王家苏斯达今次出征想拿分都不容易 多谢收听安波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波? 当然是看M直播啦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仔看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